歡迎收看台視新聞全球現場 我是張寧 新開小的寧關新島 南投山區部落經傳凶殺命案 一名中性男子疑似因為租地糾紛 跟兩名菜農結怨 在17號竟然實現彈槍射殺兩人 再打電話給老闆說自己殺了人 老闆嚇得趕緊報警 而警方趕到現場時 發現這名中性男子疑似畏罪自強 已經身亡 來到小小公寮裡 家具物品散落凌亂 大片邪姬還留在地面 警方檢察官來回搜證查看 因為這裡就是凶殺命案的第一現場 在這裡找到了 南投仁愛鄉17日發生一起三死命案 一名70多歲的中性男子 與另外兩名林姓蔡農 疑似因為租地糾紛 雙方積怨 男子17號將兩人約到公寮談判 沒想到進持現彈槍射殺兩人 逃離現場之後跑到公寮外約一公里處 疑似畏罪持槍自強 據了解開槍中性男子是雲林人 長期受雇在南投部落種植高冷蔬菜 在自強前他還撥通了電話 向自己的老闆自首 稱自己殺了兩人心情很差 這讓老闆嚇得馬上報警 中性男子的身旁有起貨 散彈獵槍一把 三岸凶器唯一把早期改造的 單管陷彈獵槍 三人被發現時都已經明顯死亡 到底當時發生什麼事 除不了解一次是被害人 過去曾將作物種在了 胸弦負責的土地上 為此三人結怨經常起口角埋下導火線 而是否就此演變成了三死命案 目前已經展開調查 菜架也不是很好 可能在工作上都有一些口角 那我們有請警察那邊 就是有做仔細的蒐證 儘管山區路透遙遠 檢察官與檢方一早人 回到事發地點來回蒐證 想還原事發經過 而三名死者的遺體也已經 送往南投殯儀館等待商店 後續不只要查出命案真相 也得追出這把槍子來源 藉著這路程 能夠保抖